首先说第一个 就是已经成家了 出现轻敌 第三者 第三者插足 你怎么办 首先呢 咱们得分析 这个第三者插足呢 你能不能容忍你的另一半 比方你的爱人 你丈夫 你老婆 他跟那第三者 有点事实接触了 要不就能叫第三者吗 你能不能接受 有的人我眼里不如沙子 不行 我的爱情世界 无比纯洁的 突然出现这么龌龊的事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就哪怕我们俩好的 跟杨国小龙女似的 你小龙女跟尹日平 怎么的 我也不能干 要这种情况就没得谈 就是马上琢磨 离 然后保护好自己 分财产的这些事 别吃亏 因为我碰的是个渣男 碰的是个贱女人 那没办法 我认了 我就认离了 所以这时候也别吵 也别闹 有的人一有第三者 就鸡飞狗跳 干嘛 你决心跟他离 吵闹干嘛 保护好自己离就算了 所以这是你不能容忍 我们说的打败情敌 是使你对你的另一半 还认为能挽回 在这种情况下 好 咱们就要分析 咱们就要分析 也别吵也别闹 你得分析 为什么你的另一半出轨 你会出现 都结婚了 出现这么个情敌 任何情敌的出现 都有它的合理性 它的合理性在哪呢 就它一定满足了 你另一半的某种需要 比方说 你两口子时间太长了 说白了 在一块已经没有激情 人都有七情六欲 人可能为了情欲 在一块 这可能是个原因 再比方说 你这在家里太强势了 你老公或者你老婆受不了 人家在外边寻找温柔 或者是你是不是 对人家爹妈不好了 对你来气了 老婆婆或者是岳母 在那后说三道四了 这都可能 所以咱得冷静 现在分析一下 但凡情敌出现 它一定是满足了 你另一半的某种需要 那么它满足了什么需要 咱就这个事入手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既然想打败情敌 你为什么要打败情敌 就是你珍惜你的另一半 如果你不珍惜了 咱这些都谈不上 那好 分析它满足了 什么层面的需要 在这方面 针对满足这方面需要 你要做哪些努力 要杜绝哪些事情 这种情况下 需要情商 而不是耍心眼的智商 《红楼梦》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红楼梦》里边 写两口子写的最多的是谁 贾联和王熙峰 你要对贾联不熟悉 王熙峰是《红楼梦》里 几乎女人里的大明星 整个《红楼梦》 上上下下的内务的事 都是王熙峰操办 那是绝对职场女强人 智商相当之高 可是把整个《红楼梦》 打理的上上下下滴水不漏 没管好自个儿家 自个儿丈夫贾联 就愿意偷刑 今天跟这丫头好 明天跟那婆子通街 就这些玩儿还仅仅就说 满足一时的情欲 跟现在这一夜情也差不多 但是玩着玩着玩着 他动感情了 他碰着尤二姐了 他对这尤二姐是真好 在外头给尤二姐买了个宅子 把四方钱拿出来 给尤二姐花 说白了等于又组建个家庭 过上二人世界了 所以这王熙峰一听这事 非都要欺诈了 怎么办呢 他也不想失去贾联 所以他就琢磨 怎么打败尤二姐这情敌 你看他打败这个情敌 他心里想的就是 不你弄死才好 他就没有想 为什么贾联 在外边玩那么些回 没动感情 怎么在尤二姐 这就动感情了呢 这是出于一种 什么样的需要呢 他没有去分析这个事 他就想着 怎么对付尤二姐 当然 招法很高明 智商很高 他一打听 尤二姐住哪 直接找尤二姐去 进门就哭 妹妹啊 这贾府都传遍了 说我不容忍呢 别听他们那个 他们跟你嚼舌头 说我遇到你得弄死你 那都扯淡 因为我在贾府啊 管这些丫鬟婆子 那这帮丫鬟婆子 你不熟悉行吗 不管能行吗 结果一言 他们都说我坏话 我不是那样人 男子汉大丈夫 三妻四妾很正常 你呀 跟我回到府上去 咱姐俩好好处 伺候好这个 连二爷 挺好吗 咱是亲姐们 你要是不跟我回去 完了 外头嚼舌的根子 说我不容忍呢 说我这心眼比真别都小啊 那你要这么说 你要不跟我回去 我就住你这 咱姐俩就一块好好处 说的鼻涕一把了一把了 哎呦 把袁二姐感动的 没想到姐姐是这般通情达理之人 习了糊涂就跟着 王一峰搬回到贾府上 其实王一峰是想啥 把你胳膊身边的 你逃得出我如来佛的手心吗 你个孙猴子 我弄死你 可是接回去之后呢 他到贾府那卖个好 你看这个 我老公在外头找别的女的 我都很宽容 把她都给领回来了 这一卖好还卖坏了 他老公一看 哦 原来我儿媳妇不是个颇妇 不是那种肚妇啊 容不得自己老公外退回来 这不你看把女都领回来了 那既然如此呢 这贾连我也应该再给他找一个 这个天方丫头 就这么的 把秋童给弄过来 按照呢 秋童成了贾连的妾 这可倒好 一个情敌没能走 又招了一个 所以这个 这时候王一凤 把你石头砸自个儿脚 但是王一凤的智商很高 他这时候在智商这条路上 接着往前走 他就想主意了 把这秋童啊 当成他一个帮手 采用驱虎吞狼之计 以不攻毒 让秋童打前战 给自己当枪使 来摧残尤二姐 比方说尤二姐怀了孩子了 哎 找着一个庸医把这孩子给弄掉 然后怂恿秋童处处针对尤二姐欺负他 你不到贾府上你也没什么根吗 那瞪眼在人身边 让人搁手掐着给攥着 结果这尤二姐家里受尽欺负 孩子还没了 一气之下也窝囊 吞金自益 自尽 就吞金子死了 结果这一死 把贾连伤心的 趴在尤二姐尸体上 直拍巴上想什么 我要给你报仇 什么叫报仇 其实贾连就是很明白 尤二姐是怎么死的 就是让这两个娘们给弄死了 出主于谁 就自己大老婆王熙凤 他自此恨透了王熙凤 从那以后 他不光把秋童给扒了一边去了 也把王熙凤打入冷宫 所以在个男权社会里 你又离不开你老公 最后弄出这个结果来 自己一定是最倒霉的 所以轰了梦里 王熙凤判辞吗 那叫反鸟偏从末世来 都知羡慕此仲才 一从二令三人目 哭向金灵是更哀 就开始贾连是听从你的 然后接着贾连命令 你最后三人目 单离人旁边割一个目 休 给你休了 不要你了 这是王熙凤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不了清清性命 就是这个事 明明是他和贾连 其实两人是挺哀哀 贾连这时候 出现第三者 犯了错误来 这是王熙凤 没有从需求的角度总结 来弥补这个 反而呢 用智商的手段 恶毒的对待第三者 最终 虽然 就让贾连 沾不着这个人了 确实由二姐 永久的俘获了贾连的心 让贾连恨透了 王熙凤 就他生生用智商 把自己推向了反面 有人说 老连你说这不对 贾连平常就沾花热草的 早就跟王熙凤没感情了 不是这样 这两个人好着呢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头呢 男子汉三七四七很正常 而且假然富家子弟 身上有一些个 顽固子弟 常有的坏宝贝 就沾花热草 他不是跟王熙凤没感情 你看这书里这俩人 少年夫妻 互相之间 其实感情很好 要跟现在来说 是一种高田状态 唐天兵讲四个家号 田着呢 比如说你有什么证据 你翻个红楼梦 你看 有那么一回 是第七回第八回 说这么一个事 就是这个王夫人 打发身边的这个仆人 周瑞家的一个老婆子 说给各位姑娘家呀 都送些个宫花 送到王一凤这个时候 到门口呢 被王一凤的丫头 丰儿给拦住了 怎么给拦住呢 说你千万别进去 说怎么着 你两口子在屋呢 这周瑞家的马上明白了 在东屋等着 说他两口子干嘛呢 大中屋的 说俩人在屋啊 细细 咱们说这俩字 含义很丰富 大中屋在屋里 细细什么呢 两口子事你都明白 你懂的 你那么想 就是说有的夫妻啊 说两口子嘛 肯定有男女之事啊 他一般也就是晚上呗 有的年头长了 有个戏谑话叫叫公粮 大中屋的俩人在屋里头 能做点游戏 说明什么呢 两口子感情好 而且后来贾俩人呢 甚至当众跟王一凤 都能说俩人房间里这点事 就说明俩人很恩爱 就也就说 为什么王一凤 他做这些事呢 他也是想把贾俩人心拽回来 就俩人是有感情的 可是他这么恶毒的对待游二姐 一下子让贾俩死心了 你看 包括游二姐死的时候 贾俩到什么程度 被管的身上都没钱 王一凤在职场上 那是非常强的一个女人 上上下下滴水不漏 那是管钱管人 一把好手 可是问题 他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不该把职场的东西 带到家里来 咱们有的朋友 比方说 我在单位领导 回家也领导犯 自己老婆 搬着到水 你怎么的 气得有的老批败坐的 我不是你的员工 跟他闹 还有的比方说 部队的领导回到家 家里管孩子都军事化管理 咱们看那个 激情燃烧的 所谓院的石光荣 那么管孩子 也按照部队管当兵的 这都不行 家是家 单位是单位 王一凤就是把单位那套 拿到家里来了 把贾俩管的 游二姐死了 没钱发送 王一凤一个字都不给 最后弄得 王一凤这丫头 平时看不下去了 偷偷摸摸的 从那四方钱里拿出 二不两岁银子 办个伤事吧 够可怜的了 你说说贾俩能不恨他 他恨王一凤是绝望在哪的 你王一凤身上 从来就没有一样品格 到现在也没有 方便跟恶毒 哪样品格呢 温柔 就是男人最需要女人 一种品质 温柔 王一凤身上 从来就没有这两字 为什么贾俩 如此迷恋游二姐 游二姐 善于倾听体贴 给了贾俩 没有的一种东西 而这种东西 就是温柔两字 在王一凤身上 从来就没有过 大家可别小瞧 温柔这两字 这个哈佛大学 曾经搞过一个测试 就是对未婚的 已婚的 这些男女啊 都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你们 伴侣能跟你待一块 待长了 最吸引你的 最值得你依恋的是什么 结果70%多的人 回答的是 体贴温柔 就是这个品格 是两个人能 长久在一块相处的 最吸引人的一个品质 就像我以前说的 到我们这年龄 人到中年离婚的 好多都是凤凰男 因为什么离婚呢 当初不抽烟不喝酒 一参加工作 单位领导一看 这孩子真好 就把自个女儿 嫁给他了 这个两口子一吵架 啥都说 你一个穷小子 啥也没有 到这单位 房车地位 都我爸爸给你的 那两口子 你这想吵极眼了 什么不说 结果女方 有这种心理优势 有点盛气凌人 那肯定就不会 小鸟依人的 一开始这男的穷小了 啥也没有 凤凰男的 反正都指着老丈人 一点点的 人到中年了 有地位了 有钱了 身边有些女孩 往身上扑握头 受不了了 为啥呢 从来没享受过 温柔的姿势 没有得到 小鸟依人的感觉 所以出现一个 一这样晕了 这辈子没有这姿势 所以有很多女的 大部分 我老公瞎眼着 那女的长得也不好看 啥啥都不如 怎么怎么得喜欢她 就不要我 你好好想想 人不是 所有人都是外貌协会的 都看长相的 这种内在的东西 往往更加吸引人 一个人能够 长久的跟另一个人 待在一块 所以我说 王熙凤 他没有意识到 通过情商 来调整自己的温柔状态 来解决 假帘的这种需要 有的人说 老梁你说的也没道理 那有的根本没法解决 我这女的 我都四十多了 我老公爱生二十多岁的 年轻貌美身材好 那我要解决这需要 我还得整容去 我得拢胸去干嘛 这不现实 我告诉大家 不是说你一定 非要大幅度去改变自己 你比方说你性格当中 你就这样人 你已经粗声大气 说话惯了 让你捏着嗓子 哎呦 那么学东方不败 谁受不了 我说的什么意思 你得值得正解所在 根据这个怎么解决 就是我这场事 我不能做到这点 我能不能通过别的补 比方说 我不如你年轻貌美 那好 可是呢 我跟我老公一块 出席一种场子 我能最大限度的补充他 比方说他沉默寡言 我呢 能说会道 我老公带我出去管用 还不跌分 说虽然 我对你不够温柔体贴 可是我呢 照顾你爸爸 照顾你妈妈 你看老太太老头住院 说我跟着伺候去 我解决你后顾之忧 你让你老公觉得 在有些层面 我万万离不开他 而这些层面 要是自己需要的 那跟这一笔 所谓温柔貌美的 那都是排第二第三的 咱先两害相娟 取其轻 两力相娟 取其重 所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时候 你都不能放弃 自我的修养 自我的提升 你得知道在这个时候 自己该怎么做 怎么往上走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也能弥补 这种需求上的缺陷 所以这是我说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 婚姻状态当中 遇到轻敌 你该怎么打败他 调动你的情商 解决需求层面 或者弥补需求的东西 你要去追求 这是打败轻敌 非常重要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看